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来赶紧看今天的题目 这两道题是打击类型的题 当然打击类型有很多种 像今天这两种它是比较相似的 比较差不多感觉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道题 那么这道题其实就是说头绪看起来很多 实质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我们先分析清楚之后 马上就能找到它的这个关键所在 那么首先我们看 这个约这只眼如果不挤掉的话 对方一团 这个这颗子是跑不掉的 那么这只眼呢变成铁眼 当然你也可以挤在下面 当然挤在下面呢 对于只是破坏了这一只眼 那么对方不管是怎么样 他把下面这只眼做到 这一只眼是确保的 那么这整块是活起 所以挤在这呢 有下一手可以跑 那么当然白气也可以团 接下来这下面的 最上面是一只眼 那么下面这只眼怎么破 如果是吃这个 我们都看到随便对方一粒 或者是怎么都可以做活 那么如果点呢 白气也可以团住 黑气也只有联络 那么这样子呢 白气也可以做活 那么如果直接点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白气可以挡 黑气得跑 白气通过这个先手 可以做活 团上或者是顶住 这样子呢 这个顶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阶上就变成先手 有这个挤 顶住和阶上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静活了 这个木树好一点 紫外罩要好一点 这样子是静活 所以这只眼 就是白气吃掉的 这颗子的这只眼呢 比较 就说它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另外两只眼呢 就作为黑气来说 怎么样去把它破掉 是一个关键 那么我们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的题型呢 似乎以前是见过的 那么如果黑气往里长 白气一挡 这个局部显然是活气 一般一挡 这个肯定是活气 所以就冲肯定不是好气 如果单搬呢 对方也可以护住 也可以护住 你如果冲呢 他做这边的眼 你冲这个 他可以做这个眼 当然挡住的时候 担心的是对方一点 那么这样子呢 如果冲 一挡 这样子呢 也可以做活 其实这个选点不多 因为这空间很小 怎么样去选择 这个下一手 这个很关键 好 今天的两道题呢 其实并不难 虽然是打结类型的题目 那么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一会儿来看选学答案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这两道题的选学答案 那这两道题呢 应该说还是计算不多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道题 先这道题呢 刚才我也提示了 上面的这只眼呢 是铁眼 而下方的这只眼和这只眼 暂时还不确定 那么如果白棋想破这个眼的话 这个团呢 有下一手 挤在这儿呢 同样也是破这只眼 但是它没有下一手 白棋只要把下面的眼 做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上面那颗子又跑不掉 所以这个肯定是活气 挤在这儿呢 应该说稍微要难那么一点点 但实质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难 那么一挤 白棋冷静的补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黑棋打车 那接下来黑棋打车 白棋一粒 这个下面是一只眼 上面的眼也是确保的 如果点呢 白棋可以打 当然这个时候白棋就简单的接上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也是活气 那么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 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多送一个 其实很多企业可能都想到了 多送一个 只此一手 没有别的下法 因为就空间很小了 我们的范围缩减到很小 那你直接点这些都是不成立的 你只是破坏了下面的眼 而上面的眼呢 你没有破坏掉 其实白棋直接一团 这只眼和这只眼 其实已经等圆了 所以已经是活气了 你挤这些都没有用 我补上 你这个是只能跑 我接上活气 所以送一个是好气 这个也是命令手 白棋肯定要吃 这个白棋不能让它跑掉 那么紧接着黑棋再打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那么这个一点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死棋 当然我给那个摆一摆 让这个初学的棋 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提掉 之后再铺 这个是一只假眼 上面只有一只眼 所以呢 这块死掉了 那么打的时候呢 白棋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提掉 当然白棋也可以团在这 那么就直接变成了打结 这道题呢 我们要求的就是打结 当然白棋也有提掉的下法 那么黑棋再铺 这个再铺很重要 你如果这个时候打呢 你又错过了一个机会 那白棋 坐上吧 这个时候不能立了 因为这个提是先手 这样子一般呢 又走成了打结 所以白棋直接坐眼的话 黑棋提掉白棋一戒 那么已经活了 这个白棋 所以啊 这个时候还不能打吃 还得继续送一颗子 这个很关键 跟这个第一个送的那颗子的意思 差不多 如果白棋接 黑棋点 跟刚才的沙法 差不多意思 你挡了 我还是做一个假眼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再提掉 黑棋再打 这个时候白棋就已经不能近活了 还如果接呢 我们通过这几个棋子之后 先手把这个上方的这只眼打掉了 现在我们再破下面的眼 那么这块就近死了 所以走成这样呢 白棋只有错眼 黑棋一提 像这样呢 形成打结 当然这个打结 对于白棋来说 它的目数是不划算的 那么这条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双方都应该下出最佳的结果 最佳的结果包括什么呢 就是结材的先后手 还有目数的大小 这些都是最佳的一个结果的 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么 黑棋送一颗白棋塔吃 黑棋打的时候呢 白棋团住 是应该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这样子是当白棋 就是这个结材 输掉的话 那么整块死掉 所以对于他来说是一回事 那么当他打赢了之后 将来他的目数最多 那么哪一种下法最多呢 也就是现在我们摆的团住 或者是提完之后的 扑的时候的团住 这样子呢 是应该说是黑这个白棋 目数最多 最好的一个应对 因为他没有别的印法 如果再提的话 被黑棋打吃到 这样同样是打结 而目数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白棋不理想的一个印法 黑棋多送一颗的下法 请大家要记住 送这个棋子的下法 关键是打完之后 他还要多送一颗 这种手法 这里边打一个的手法 是我们经常运用的 经常运用的 请大家要牢记在心 团上 然后形成打结 好 我们看第二道题 那么第二道题呢 应该说 也不是特别难 因为这道题很直观的 一个下法 但长这个肯定不对 长这个是帮忙 长这个 把白棋的这个脚步啊 毛病全部补好了 这个斑呢 不是往里长的 而是坚硬 黑棋将来点入时候的一个作用 你如果缩小他眼位呢 白棋可以赞据这个要点 那么 黑棋在爬的时候 白棋一打 局部已经做活了 虽然目数很小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给大家摆一摆 直接点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手棋 刚才没有摆呢 是因为不太好意思摆 摆上去之后 可能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棋如果白棋挡的话 那么很简单 一般就死了 就是最简单的 那么如果白棋不走 黑棋又要连回去 所以现在白棋 唯一的应手是打吃 如果黑棋冲呢 白棋挡脚 这样子脚上一只眼 这只眼破不掉 当黑棋在打的时候 白棋不要去贪吃 把这颗接上 那么整块就活了 所以走到这个的时候 这种情况 黑棋的 当然这个接也不成立 接这个呢 白棋一挡 依然是活棋 所以就是要利用这个 黑棋现在有三口气 它可以冲进去打吃 这时候很厉害 那么如果白棋接上的话 黑棋再搬 往里一爬 这个是一个钉四 把白棋刷掉了 不是双活 虽然有两口供气 但是一个钉四的形状 不行 死掉了 那么 白棋如果提掉 黑棋先冲一下 是好次序 接上呢 跟刚才的情况一样 依然可以搬死 那么白棋如果挡脚呢 黑棋冲 这个就是还原存 刚才的图形了 有点类似于 刚才我说的打的时候 白棋不要去提 要接上 那么现在等于 相当于白棋去提掉的 黑棋扑了一下 那么脚上的眼没问题 但是边上这只眼 被我们扑掉了 对 这样子呢 白棋被进砂了 所以搬住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黑棋点 打吃是必然的 没有别的下法 如果你不走的话 对方就连回去了 所以当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只有一种硬法 他的硬法呢 就是做截 别无他选 那么这个就是 黑棋的先手截 这个应该说是 黑棋非常满意的 一个结果 黑棋的先手截 白棋很弹 他自己做 自做一个打结 但他也没有办法 他如果一旦接上的话 就被对方搬死了 所以这个也是 很无奈的一个选择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棋型呢 点是绝对的一手 千万不要以为 搬这个好像也是一回事 实质呢 白棋就可以占据这个要点 接下来 黑棋已经杀不掉白棋了 像这样的角呢 这个点是绝对一手 主要他这个有一个关键的 搬住的 有接印 如果没有这个搬呢 当然这个局部是近活的 这个不用怀疑 就正因为他搬住之后 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点 产生了一个点入 点入之后 白棋 只有这一种印法 挡住呢 刚才我也把过 斑呢 脚上做不出两只眼 而这一袋是没有眼味的 所以打吃呢 作为白棋来说 他是希望黑棋接上 或者是葱 当然这个都是黑棋应对有物 他都没有找着这个 白棋关键眼味的所在 冲吃是正确的 那么白棋如果提 黑棋要先冲 千万不要着急搬 这样子呢 白棋又做活了 所以也得先冲 他接上之后 我们再搬 这样子呢 被杀掉了 最后这个白棋死于这个丁四 过程中呢 这个白棋挡的话 黑棋一冲 这个是一个 这个形状的一个要点 提掉之后 我们再扑进去 白棋也只有一只眼 所以这道题呢 摆出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再看一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 其实 其实看题 我们就可以预料到 因为这个眼味看起来很丰富 但是 这一代啊 黑棋 这个白棋有一些缺陷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 突破口就在这个 送 这个多送一颗 给白棋吃 这个上面 只有唯一的一手 可以破掉白棋的眼味 那么这个走 这一步棋呢 生命令手 白棋只有吃 没有别的硬法 那么黑棋再打吃 这个是权力 那么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黑棋就点进去 这局部呢 是死棋 刚才我们也摆过这个图 我再摆一遍 主要是针对这个 棋力稍微弱一点的 起我们的 那么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也可以提掉 先铺 这个时候打的话 白棋就做活了 所以要先铺 所以水手棋很可怕 有时候 并不代表你的真实水平 铺一下 白棋如果接呢 黑棋依然可以杀掉白棋 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提掉 再打 跟刚才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 你如果接 它就把你点死 你补在这儿呢 可以提掉 像刚才水手打的时候 你再铺 它就会接到这儿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肯定不会选择 走这个 所以要先问 白棋的应手 这个很重要 为其有时候 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所以得先问 白棋的次序 所以黑棋这个先挤 是正确的 然后铺一个 铺一个 就是等于 问白棋的应手 白棋有两种应手 一种是接 那么一种是提掉 这两种下法的 对于黑棋来说 硬法也是不同的 所以要先问他 到底放在哪里之后 我们再决定 我们的下一手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让对方先出牌 这样子呢 你才能找到突破口 那么 这个时候 作为木而言的话 白棋接上 那么 这个是双方的 最佳的一个应对 这个是 打结 这种走成打结 好 我们再看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这道题应该说是 第一手非常的简单 关键是要看第二手 点完之后 接下来的应手 白棋打吃呢 也是必然的 走任何的地方 都是很容易 对方就可以把你杀掉 一点难度都没有 所以打吃呢 相对而言要 难一点 要迷惑人一些 那这个时候 黑棋打吃 冲吃是好期 白棋如果单纯的接上 那么 黑棋一扳脚 一爬 就已经把白棋杀掉了 所以当黑棋 断吃的时候 白棋 如果提掉 那么 其实也是一回事 我把这个冲掉之后 再来扳脚 依然可以把白棋杀掉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双方的正确应对 实质呢 四手起 四手 就双方一人一 两手 点 断吃 这个冲吃的时候呢 白棋团住 把自己这个毛病补上 既要防止对方提了连回去 又要让这边 接上就没有眼位了 团上 将来我一旦打赢 结财 我提过去 那么这个还是一只眼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打结 折成这样呢 是黑棋的 先手节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两道题呢 就是这样 一个是第一道的 多送一颗子 我们看到的多送 那么接下来就是点的 其实也差不多意思 也是要送一颗子 好 今天的两道题的提醒差不多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习到 对自己好像感觉有启发呢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声援围棋频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一海方圆的 你猜下一步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 今天呢 这个题目也是非常早的一个局面 轮到黑旗下 那么这个大场非常的多 那么这四个点呢 在起盘的四个方向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呢 是黑旗轮到黑旗下 双方的 既有实地也有模样 那么现在到底是继续这个 沾大场还是经营模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A点 A点这个拆一呢 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是高路 不是五油角 如果是五油角呢 我相信这个选点 可能大家都不会选择 就正因为这个 白旗这个是一个跳衣的形状 所以这个下面呢 露着风 下一手的这个 飞进去呢 还是蛮大的 蛮舒服 所以这个也是瞄着这个高位的缘故 下的一手旗 当然它有它的价值 如果不走的话 被白旗猜过来的话 首先这一带已经实地化了 那么其次呢 这一带有打入 比如说像这样的点 包括有这样子的点 都是很厉害的一手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打入的方法 这个呢 是新派打入方法 有一次比赛 我就遭遇了这个点 当时没看懂 不太会 后来这个挡下去之后呢 被对方连根拔出 这个 这个损失很惨重 所以当对方点的时候 黑旗简单的处理算了 让他爬回去 给他一些利益 毕竟呢 他在这个地方是花了一手旗的 这样子 飞旗得一身手 可以拖先走别的 毕竟旗盘还很早 好 顺便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看这个逼点 逼点的尖松呢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破坏对方的形式 这一代我们看到 这个高位对于这个违控 不是特别的好 但于对于这边的做模样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将来如果黑旗不走 白旗可以在这一代 有一定的规模 定模样 所以这个尖松呢 也是破坏这一代 白旗的模样的下法 黑旗如果爬 然后再出头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下法 那么应该说是 黑旗再跳一下 否则这个被将来震过来 有点不舒服 那么出头 应该说双方呢 都往中间出头吧 这个也算是一种局部的定势 白旗呢 成功的把头跳出来之后呢 对黑旗这一代的模样的发展 也有限制的作用 不过黑旗很直观的 已经把白旗这一代的模样 打掉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那么这个C点呢 是在这个地方的手脚 我们看到这边全是四线 所以要高低配合 所以走一个三线的紫 这样子将来这一代的打入 比如说像这样的打入呢 我们可以把它压住 它如果打在上面 我们可以拖回去 所以这一代呢 很完整 如果走在高路的话 将来我打比方 比如说这边有紫了 白旗的这个打入 黑旗拿它也没有办法 那它没有办法 可能这个职业骑手 我觉得这个打入 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我觉得业余骑手 可能看到觉得头皮发麻 本来挺想围这块的 接下来一杯打进去 吃又吃不着 我又不知道怎么定型 所以很不舒服 所以我给大家有个建议 那么你就这个地方高低配合 这个打入就没有了 很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棋呢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配合问题 小飞一下 这个也是把自己这整块空呢 之前是一些形式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它实地化 那么将来 如果白旗这代不走的话 黑旗在这代拆过来 两翼装开 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形状 这个地方强调一下 千万不要逼过来 这个是一个铁头 你逼过来对白旗没有意义 反而给了白旗一个 这个打入的好点 这个悬点很舒服 你如果走这个 其实这个角上 我们看到有这个碰 所以这个角很空虚 这个地方有点空虚 你如果走到这里呢 将来点进去 你还是不住很舒服 所以这代黑旗不太好走 比如说走这个 白旗 尖冲一下 这颗黑子已经很被动了 将来这一代呢 还不是完全是你的空 将来白旗一拖 黑旗也很弹 这个局面很弹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逼紧是坏旗 所以可以考虑在这一代 走新旗 将来如果对方再来拖的话 那么我们就 当然选择外面也是可以的 如果选择在 这边攻击他呢 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在这一代的攻击 也可以考虑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选点 低点 低位 选择的是低位 那么这个选择呢 应该说是也是这一代 其实选择高位也还可以 只不过高位呢 好像给别人眼见的一个点角的一个 因为你两翼张开了 这个是一个新位 所以给白旗一个特别好的选点 当然走这个低位呢 白旗也可以打入 只不过呢 这边就低位的话 就会显得好 好那么一点点 那么挡住 这个斑好像也不舒服 背对方一长 长呢 得一先手 他非的话 可以得先手 走走别的 而这个呢 应该说也是一种下法吧 也是一种下法 开拆嘛 他就是把模样做大 你如果打在脚上 我就围这一边 你如果打在这边呢 我就围这一面 这个摊子铺的大一点 总是能得到一些实力的 这个低点呢 是这一代的开拆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四个点的含义 那么这个开拆呢 是两翼张开 只不过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因为黑棋这个 所以欣慰 不过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厂 也是可以 可以选择的一个大厂 C点呢 好像是往自己的家里缩 实质呢 他是把之前黑棋 这一代的模样 变成了实地 也是很不错的一手 这个点也是不错的一手 而且防止了对方 在这一代的一系列的打入 那么A点呢 这个拆一看着很小 实质呢 它是源于 由于白棋这个都是高位 那么将来产生一个小飞 还有呢 它是防止对方 将来逼过来之后 有这一代的点 或者这一代的打入 这个打入之后呢 这一代的黑棋 看着的空这么多 就完全没有了 如果是要跟这个跳 交换的话 这两手应该说是白棋便宜了 因为这个黑棋跳起来 仅仅是这个防守 对白棋没有攻击的 这个没有打入 所以这个跳起来呢 交换应该说是白棋不错 所以这个A点呢 是末术极大的一手 将来有这个飞进去的手段 那么第一点呢 是这个 削白棋这一代的模样 这手琴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将来不走的话 白棋这一代形成模样 你再打进去 就找不着合适的点了 这个尖充也是我们经常运用的 好了 目前应该怎么选择呢 下期节目告诉大家 再见 下期再见 by bwd6